我是国家冰湖队的马秀岳 正常来说这个秀是王子庞加个秀岳 是王子庞加个岳 王子庞加个秀是古代的一个玉器 然后王子庞加个岳是古代的一个神石 可能我爸给我解释的就是这种 独一无二这种玉石神石这种 我可能相对来说是把我的事业当成我的爱好了 因为我对冰湖是特别热爱的 每天都是训练呢 然后吃饭呢 然后就三点一线的这种生活 训练场屋里 然后训练场屋里 然后就这样 这个姿势可能相对来说跟其他人不太一样 一种个人的一种习惯嘛 然后可能我也研究过一些关于这方面的一些东西 然后感觉这样的一个受力的一个状态 是被洗盖相对来说消耗比较小的 多的次数之后可能都会心理上有一些 抵触的心理 比如说烦躁啊 比如说验兵啊这种 但每当我出现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 我都会利用一些自我调节 比如说在我的刷子上安一些特殊的东西 然后让我的信息点重新的找回来 对 我按完之后我就会马上 想上兵去尝试一下我新改造的这个刷子 哎 效果怎么样 这样的情况下就让我的信息点重新又回来了 然后我就继续去训练 其实它是一个新老交替的一个过程吧 就刚开始的时候都是一些老的队员 然后一点点老的队员一点点就是退役了 然后开始新队员不断的涌入 然后之前可能我算还是比较年轻的运动员了 一点点也变成了最年长的了 就是平时当中也会主动的去跟这些小队员 分享一下我的一些训练方式啊 然后还有我的一些经验呢 然后我们私下里都会互相的沟通 比如说体能训练的时候 可能表现出来就是特别的积极 这样的情况下让小队员有一种感觉 就是说很老的队员都在拼命的去训练 是吧 我不应该有松懈的一种状态 对 去想着是 我想的是用这种行动去感染他们 对 这些是从而逃 中奥会的话 首先在江门口的奥运会 其实还是要打出我们中国的这种士气 就怎么说呢 要做好自己 把你平时的训练的状态拿出来就可以了 不放弃这种精神拿出来 展现给家庭福老 对我的职业生涯规划的比较长嘛 因为我想呢 还要打几节奥运会 给自己的规划比较长 所以就还得是继续努力 我是国家冰湖队的马秀岳 逐梦北京 我们准备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